OdioJungle 原标题 一枚官方印章的背后故事 1937年卢狗桥事变后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在中华民族的危急关头 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主席 朱德和周恩来为副主席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 将功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1937年9月11日 改称为第十八级团军 但习惯上仍称八路军 朱德任八路军总指挥总司令 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副总司令 叶剑英为参谋长 左权为副参谋长 任毕师为政治部主任 邓小平为副主任 夏侠一一五师 一二欧师和一二九师 1937年11月 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之后一二九师挺进进东南地区 国共两党铸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兼顾长城 抵抗日本侵略者 当时山西属第二战区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是山西军政头目 严西山 副司令长官是兼前敌总指挥 国民党的高级将领 北立皇 另一位副司令长官 就是十八级团军及巴陆军总司令朱德 在抗日战争初期 山西境内主要的抗日武装 是巴陆军和国民党政府军 随着战争形势变化 巴陆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 仅仅依靠人民群众日益壮大 成为抗日队伍的主力军 随着抗日根据地壮大 人民地方武装力量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迅速发展起来 如湖关县在1937年到1942年就成立了八个武装团体 分别是西蒙游 击队 抗日模范队 人民武装自卫队 抗日游击支队 巴陆军禁域游击队 武装工作队 子弟兵独立营 湖关县独立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各级人民地方武装 以及遍布广大农村厂矿的民兵组织 仅仅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笔者最近在城隍庙股玩市场 收集到一枚第二战区游击第二区第二游击支队第二营营长官房 的木制图章 长7.7厘米 宽4.7厘米 字体为转体 木制为黎木 经反复查阅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史资料和有关书籍 在杨宏伟 李树生 二位藏友的帮助下 最后却认为是中共党员 胡关县西蒙会特派员 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张恒业领导的胡关县抗日游击支队的印章 山西西生救国同盟会 简称西蒙会 1936年在太原成立 是以薄一波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盐西山特殊形式的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 1937年5月 山西西蒙总会派张恒业为胡关县西蒙会特派员 不久又派姚西胜等进步青年到胡关积极发展组织 在县城西街成立了山西西生救国同盟会胡关分会 张恒业为主要负责人 主要工作是宣传抗日 发动群众 发展西蒙会会员 同时在故村等地发展党组织 组织抗日武装 抗日自卫队 配合八路军打游击 1937年10月 中共党员 胡关县西蒙会特派员 张恒业人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名义上还是盐西山的政权 实际一位共产党领导 1938年3月中旬 自卫队与公安局武装警察进行合编 组建了胡关县抗日游击支队 对外称第二战区行营游击第二支队 县长张恒业兼任支队长 公安局长李如松兼任副支队长 高提前任支队参谋长 县工会书记冯克新兼任支队政治部主任 下辖三个大队 九个中队 共八百余人 3月底 抗日游击支队 列为近东南抗日游击第一支队 张恒业兼任支队长 高提前为参谋长 4月初 近东南特委决定 以游击支队为主 宇灵川 平顺县部分游击支队合编 为八路军张南游击大队 支援预备抗战 当月中旬转战到河南林县 后编入八路军赵姬美大队 五月改编为山西保安第九团 胡关县抗日游击第二支队 从1938年3月 组建距今已74年了 我们重温这段历史 仿佛回到了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 我八路军和太行儿女为抗日战争的胜利 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重大贡献 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这眉目制图章是一件珍贵的革命本物 对进一步研究近东南抗日战争时 提供了实物依据 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有极其重要的作用